就是希望你能夠一直在唱 希望能夠多出現 今天終於出現了 很多朋友都非常開心 這一定會多出現 也多出好歌給大家 這是很重要的 是K歌很重要 阿杜哥的K歌 常常也會在榜上停留很久啦 謝謝 要感謝933的支持 是 多播那個 多播你的歌啦 對啦 對啦 我們懂啦 是 欸 阿杜會不會常常就是有空的時候呢 都到KTV去 你會這樣 我最近比較少 真的 以前有常去 是 你去KTV的時候 人家會點你的歌給你唱嗎 呃 會啦 其實蠻多啊 朋友去唱到就其實還蠻 就是怎麼樣 因為演出的時候也常唱 對 蠻多 看來要看看好朋友去玩的話就 什麼都唱 誰的歌也唱 阿杜哥 我很好奇 你的歌曲第一次上榜的時候 你聽到的時候 你還記得那時候的那個感受嗎 呃 很開心啊 因為去上一張專輯兩年多的時間嘛 對 當然是 不過 欸 對 這張因為時間太長 怕就是會 大家都會忘記嘛 對 所以就每隔兩年 一年多啦 去上一張專輯有兩年的時間 然後希望給你掌上一年多 就是發一張專輯 是 那當然呢 粉絲們齁 一聽到阿杜的好歌 黑歌的話 記得一定要趕快把他頭上榜 齁 回饋一下阿杜哥的 努力跟用心做音樂的那個想法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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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阿杜哥 那每次在籌備專輯的時候 在選歌的時候啊 會不會很頭痛 因為就是很多 你像人家邀歌的時候 應該因為你人緣很好 因為很多人都會把歌遞上 這期選歌的時候 是不是都很頭痛 呃 選歌其實蠻頭痛的 對 經過精挑細選 對 然後整個 因為這張專輯也算是 就是音樂統籌啦 對 就是整張專輯 弄起來也比較 當然比之前比較費力一點 是 之前都是歌手 現在就是參與更多 就發現原來不簡單 是 是 做出來也比較有那個滿足感 對 就是比較有 給自己很大的自信 其實啊 我們錄專輯有很多不同的程序 籌歌啦 籌備歌曲啦 邀歌啦 然後進錄音室啦 拍MV啦 做宣傳啦 哪一個是你覺得 比較CNNN的 CNNN 比較輕鬆的 CNNNN應該算是 在錄音室配唱吧 對 因為你也唱得很好 很容易就過了 所以當然是要更好 好 謝謝阿杜 我們現在請阿杜在我們的版上簽名 謝謝 而在我們的星光大道上呢 這時候出現了 出現了 到台前的